大家看到音语门部分单词,第一个,天飘,天飘,天飘,年号啊,天飘,天飘,以落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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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电影剧本,シナ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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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词,ナレーショ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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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补充一个词,セルフ,台词, セル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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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经常会看到的 往下走到唐代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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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時代 唐の時代 唐代 唐の時代 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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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所 留学所 留学生 留学所 夤 philosophLook 躺躬 温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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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往下走 付销 付销 专属词 付销 開解 上 開解 愚 比方说 船から岸へ 開解 从船上登岸 船から岸へ 開解 愚 魚呢 在成群的游著 那往下走 大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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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 乾淨 見真和尚 乾淨 乾淨 今 今 今 起居室 或者我們說 リビングルーム也是起居室的意思 リビングルーム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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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リビングルーム リビングルーム 好 往下走 コンテン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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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的 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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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う 這個窥視的 窥探的 那比方說 顔色 伺額 顔色 可以表示別人的臉色 顔色 伺額 可以表示說 觀察窥視別人的臉色 來往下走 Qiyo tén qiyo tén 金書 Qiyo tén qiyo tén qiyo tén Himodoku 翻越 Himodoku 翻 Himodoku Qiyo tén o Himodoku Qiyo tén o Himodoku 翻越 越讀金書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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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yo tén o Himod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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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下走,大安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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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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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元老,元老,大部分都是专属词。 我们下走,弟子,弟子,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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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看到,せっかく皆さんが君を推荐したのだから,好不容易呢,大家都开始举荐你,推荐你啊,そう,謙遜しないで,不要那么谦虚了啊,そう,謙遜しないで,やってみたらいい,尝试一下还是不错的啊,来,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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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往下走 好 往下走 好 往下走 支配 強固 強固に支配される 可以表示受環境影響和支配 強固に支配される 支配 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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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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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口 口をつくむ 或者 沉默不言 口をつくむ 口をつくむ 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 私は口をつくむほかない ほかない 指好 怎麼怎麼樣 對於這件事情呢 我只能是保持沉默 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 私は口をつくむほかない 好的 往下走 求佛法 グ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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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是這個專屬詞 現場散務 商務 廣安松 長安 朝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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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立っち 起城 東山 天地出 ヨーロッパへンタビッダッダ 起城 去了欧州 ヨーロッパへンタビッダッダ 旅立 旅开始 戒律 戒律 法 左右 他人の言葉に 左右されやすい 容易受到别人言语的影响和左右 他人の言葉に 左右されやすい 左右影响 左右 左右 帰り見る 帰り見る 回顧 帰り見る 昔のことを帰り見る 回顧往事 昔のことを帰り見る 帰り見る 不天 不天 佛書 佛典 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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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を飲む 表示非常驚訝 或者屏住呼吸 这边是倒吸一口凉气 思わず息を飲む美しさ 令人感到窒息的美丽 思わず 思いかけない効果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たれる たれる 垂れる 垂下 たれる たれる 好的 どういう任務を与えられた 留学生 那么关键主语部分是留学生 就是什么样的一型留学生 是任務を与えられた 就被授予重任的一群留学生 意义是表示这个内容的一个内容 就是表示任务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被授予了重任的一型留学生 他们要从唐朝邀请高僧 去到日本传授佛学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 半年かかって 那么他们呢 终于花了半年的时间 やっと 终于 洋州についた 终于抵达到了扬州 好 往下面走 看到 地图 那么地图这个地方指导的是 雲港から洋州に至るまで 那么 从 这个 云港 至扬州的这条 路线呢 道を白い線で示す 用这个 白色的线 给标注 好 往下走 洋州 川の橋 富翔たち 不照他们呢 富翔たち 船から岸へ上がると 他们从这个船上 一上岸呢 この国の商人や 外国人の群れの中を おとり 那么 おとり 就是表示通行 他们一上 他们一从这个船上上岸呢 就什么呢 从该国 从这个国家的商人 以及一些外国的人群当中呢 给通过 通行 穿过 然后呢 橋へ上がっていく 然后直接就上了桥 好 我们再重新看到这个句子 关键是 普照他们 从这个船上上了岸之后呢 就穿过了这个国家的一些商人 或者是与国外的一些通商人群 穿过这些人群当中 直接就上了桥 好 我们再往下走 羊州は当時 海外貿易に栄える国際都市であった 据说 羊州当时呢 是这个 栄是繁盛的 这个 兴盛的 兴旺的 那么羊州当时是 这个海外贸易 比较繁荣的一个国际城市 農库 立ち止まってさす 这个时候呢 道康呢 停下了脚步 指着那边说 寺はあの丘の上です 寺はあの丘の上です 这个寺庙呢 就在那个山丘上 道库と不肖たちが 上がってくる 那么这两位僧人呢 就直接上了那座山丘 門の中へ入る 直接进入了这个寺内 好 我们下看到 混天器など珍しいものに 干净の白角布里 布里是表示 这个布里是表示样子和状态 がうかがわれる 那么うかがわれる原型是 うかがう 表示说 窥视的意思 那么うかがう 在这里是可以表示说 还有表示看出 从哪些部分呢 从这个他房间的 这个 这个浑天仪 或者是一些什么呢 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 罕见的一些城市上 不难看出 建真呢 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干净の白角布里 布里表示一个 这个样子 来往下走 こうろからゆるやかに けむりがたたよっている 那么ゆるやか 是表示 栩栩的 缓缓的 那么たたよう 是表示 漂浮的意思 他强调这个烟呢 从这个香炉当中 栩栩的 飘散到空中 好 再描写 这个场景 往下走 どこの後ろに 並んで 座っている 不詳たち 那么 并排 坐在这个 道康身后的是 普照他们 ガンジンは今まで ガンジンは今まで 標点を ひもといていたらしく 那么这个 らしく 表示好像 这个 建真和尚 今まで 就是刚刚 好像在 翻看着 这个 金书 ひもとく 是翻月 翻看 ひもといていたらしく 好像刚刚 在翻看着 那个金书 ひろげられた 一環を 静かに 巻きもとしていく 那么 ひろげる 是表示说 在这里 相当于 摊开 お 表示动作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 建章和尚 把刚刚 摊开的 那一卷金书 静かに 又轻轻的 巻きもとす 是表示 翻回去了 收回去了 巻き 巻きもとしていく 翻回去了 好 往下走 こちらが さきほど さきほど 是方才 刚刚 耳に 入れる 是表示 在这里 相当于 介绍 他说 我们是 刚刚 所介绍的 日本の 僧たち でございます 来自 日本的 僧人 翻回去了 奈良 幸福寺 奈良 幸福寺 の僧 妖永 と申します 我是 来自 奈良 福心寺 的僧人 这个 荣睿 来 下 同じく 大安寺 の僧 不祥 でございます 我是同在 大安寺 的僧人 普照 私も大安寺 我们举荐几位 不祥 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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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口 たち そのそば に すわって ひかいてる 那么 ひかえる 在这里 就是等候 的意思 那么 至今 日本的 僧人 也在 他的旁边 坐在 他的旁边 等待 等候 他说 往后面 走 主だった 干人 の 弟子 たち が 各地の 寺から 各地の 寺から 集められた 集められた 那么 他说 主だった 在这里 相当于 大部分的 大部分 建征的 这些 弟子 都是 从各个 地方 的寺 集められた 汇集于此 広く このくらい 行動を 重苦しい 沈黙が 支配している 他说 在这个 宽敞 又有点 这个 昏暗的 讲堂里 那么 有一个 什么样的 沉默的 感觉 重苦しい 沈黙 有点 类似于 像是 要 窒息 一般的 沉默 支配 在这里 是表示说 带有一种 笼罩的 色彩 在里面 因为支配 本身是表示 支配和 统治的 意思 在这里 我们可以 灵活 理解成 笼罩 在这样一个 氛围当中 在这个 又有点 宽敞 又有点 昏暗的 讲堂里 然后 笼罩着 一种 窒息的 沉闷 那么 眼人は 一度に 静かな 目を向けていたが 目を向ける 就是 他 建征和尚 这个时候 静静地 看着大家 一度 就是 看着大家 一度 是 大家 或者是 众人的意思 他 静静地 注视着众人 这个时候 建征 他说到 証言はどうだ 这个 祥宴 你去怎么样 小言と呼ばれた そうは 顔を開け 这个被叫到 这个 祥宴的 这位僧人 这个 说到 他抬起了头 顔を開け 他抬起了头 日本へ行くには 他说 要去到日本 広い海を 渡らねば 渡らねばならぬ 渡らねばならず 这个 ねばならず 就相当于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是一种 比较文言的 表达方式 他说 必须横跨 一个非常 宽广的大海 百人のうち 在一百人当中 在一百人内里面 一人も たどりつかぬ たどりつく 是表示说 好不容易抵达 或者到到那边 たどりつかぬ 是表示 無法抵达 ど聞いております 我听说 要去到日本 必须横跨大海 然后呢 听说 还是在一百人当中 连一个人 都很难以到的 たどりつかぬ 无法到达 这个时候 先生回答 说道 その海を この人たちは 渡ってきている ではないか 那么 这些 来自日本的僧人 他们不就是 横跨大海 来到这个地方了吗 这个时候 独生 独生が 願寺に向かい 这个 德勤呢 就看着这个 健身 说道 しかし 但是 大勢のものが 日本へ渡るとなれば どうなれば 表示一个假设 如果这么一大帮人 远渡 东渡日本的话呢 国は許し 許しますまい まい 可以表示一种 推测 相当于 不会怎么怎么吧 如果这么一大帮人 东渡日本的话 我们国家 是不会允许的吧 政府是不可能允许的吧 不肖たち 緊張してる 点到这里呢 菩薩 觉得菩薩 他们呢 开始紧张起来了 眼人はしばらく 口をつくんでいたが 口をつくんでいた 在这里表示沉默 しばらく 这个时候呢 健身就沉默了一会儿 やがって まさに 自分にも語り 語りかけるように まさに 自己就開口说 語りかける 就表示 对他们讲 在这里相当于 かける 非在后半部分 相当于有向对方 施加一定的影响 对对方说到 おまえたちもしてるどおり 就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 百十四年前 百十四年前 在一百一十多年以前呢 ぐほうの熱に燃える 若い げんじょうさんぞわ 那么熱を燃える 是表示燃烧着 什么样的激情 ぐほう 是远去求法 ぐほうの熱に燃える 若いげんじょうさんぞわ 这个燃烧着 什么呢 这个求法新切的 我们这样理解 求法新切的 这位年轻的 这个唐三丈 国の許しを得ぬ まま 那么就是说 没有得到国家 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呢 西の印度を目覚まして 就木址那边 然后呢 ちょうあんを旅立った 就从这个 长安起乘 目标就是 直达这个 西方的这个印度 聞いているよえたち 不天と 直返しを求めて 我が国へ来られたのだ 也是为了什么呢 寻求 佛典 和授解师 才来到我们国家的 この求めに 答えて 答えて 是回应啊 だれかにわたり だれか だれかにほんへわたり かいりつ かいりつのほうを つたえるものはないか なんていうのかにわたり 这个时候这些日本色人 都非常紧张地屏住着呼吸 看着注视着这些 这个竞争的弟子们 好 下面说到 那么他们忍不住都纷纷在说 请大家一定希望你们能够 随我们一起远渡到日本 是哪一位能够随我们去呢 拜托了 お願いします この通りです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 请你们一定随我们东都日本 传授佛法吧 好 往下走 弟子たちはやはり口を開かない 说到这里呢 弟子们仍然还是没有开口 那往下走看到 法のためである 就是为了这个佛法 どんな困難があろうと 那么这里用的是ある的意志心 加上ど 一支心加上ど 可以表示相当于でも的感觉 其实啊 其实有多么大的困难 恐れる 是表示恐惧 恐れてはならない 也不要感到这个恐惧 也不能够感到畏惧 お前たちが行かないなら 如果你们不愿意 私が行くことにしよう 那我就东都日本去吧 ガンジンの思いかけない言葉に 弟子たちは驚きのため 这个弟子们呢 都什么呢 由于这个见证呢 这一番这个出乎人意料的 让人没有想到的这一番言辞呢 驚き 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惊讶 恐れたように顔を開け やがて 打れたように首を垂れる 那么这里强调的是 恐れる 是表示惶恐的啊 弟子们呢 感到非常的惊讶 所以呢 好像似乎感觉到 非常惶恐的呢 都把脸给抬了起来 但是过了不久呢 うだれる うだれる可以表示 うだれる可以表示 内心呢 受到了很深的这个触动 在这里相当于说 就感到有一点点 有一丝丝的羞愧的感觉 在你们嘛 然后呢 都纷纷的 又不好意思的 低下了头 好 那么到今天呢 我们就已经结束 新编日语第四册的 所有的课程了 我也相信大家通过 新编日语这四本书的学习 让自己的日语水平 有着一定程度的提高 那么最后呢 我有一句话 也想尊敬一直在学习里的同学们 どこにいても 何をしていても やるべきことを やり続けていると 見えてくるものがあるんだ この経験が きっと 君の人生の宝物になる と思っています じゃあ 今日の授業は 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た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